對於安省政府削減多倫多部分的理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 市議會大部分的議員都表示不接受 並且以壓倒的票數要求省府撤回方案 不過這一項的議案只是單方面並沒有任何的約束力 記者少豪葉報道 多倫多市議會以25比1通過一項沒有約束力的單方面動議 要求省府撤回具有追溯性的削減多倫多預算決定 有市府職員估算過 市府因此很可能要為這個年度臨時加稅6% 或者是減減市政服務甚至是商管齊下 當記者詢問市議員占家禮意見的時候 他似乎不太知道發生什麼事 記者向他解釋之後他就說 市府在市府裏面有很多空間可以削減資源 我在市府裏面差不多6個月了 我看到有些東西是太多層太多層 這個報告給這個 這個報告給這個 是不是中間有些可不可以中層的 可不可以eliminate 至於省府撤回多倫多預算的理由 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 並且對市府估算出來的數字有所質疑 失時代電視記者 邵浩賢報導 到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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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